啊 两只啊 哦 知了 知了 这么小 对啊 小馋 把它放走了啊 绿色的叶子 对啊 翅膀不是叶子 哈哈哈哈 放走啊 它的翅膀像叶子一样 广状的 透明的 好多啊 很近啊 亮亮 到处都是直角角 这都要浓掉 这有 我们挖一点教头回家 腌制酸水 被没料了 那只个还蛮大的 嗯 我挖了你们两个选啊 啊 挖上去了 这个有点小啊 找大的 这里有大壳 这里大 还有个什么蟹蚓啊 这么大一根蚯蚓 这么大一根蚯蚓 一个吗 对 给他们两个 来来来来 里面有好大一根蚯蚓 里面 哎呀 哎呀 梦瑶一点都不棒了 梦瑶一点都不棒了 我棒了 梦瑶说那是泥丘 梦瑶敢用手拿的 嗯 他哪不时候拿来咬 哈哈 哇 这几个大 哎嘿 你看 走歪走歪 来来来 来来来 还换个肚子 我就怕蛇 其他的不怕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突然跑到面前来就怕 哎呀我们这个叶子不要是吧 嗯 不要 这个买回去做辣椒酱也挺好吃的 多 要不然多歪一点呗 嗯 打酸水 又到了辞教徒的季节了 想的好好 到了吃野教头的季节了 好快啊 我觉得一年一年的太快了 时间过得真快 时间都去哪了 到我脸上来了 写到脸上了吗 那真的是岁月不容易 变皱纹了 我记得我刚做自媒体的时候 白白胖胖的 好嫩 现在越来越像老太婆了 现在怎么长这么大一个呢 一段时间还要大 要少挖点 要了 够了吗 够了 够了 上市大嫂 是不是到广西那边买了 就这个教头 拿来做那个是你骗 那个不是野生的 不是野生的 一开就碰 碰到天花板 那就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说 哎呀我煮那个东西 我说加点酸水 拿过来一打开 砰 像那个放那个那个什么 爆炸 像大大铃 开起来我一头都是酸水 哈哈 奉劝小伙子小姑娘啊 吃了这个教头不要去约会啊 哈哈哈哈 会爆炸啊 不是啊嘴巴很臭啊 我也背变很臭的 哈哈哈哈 这个问三哥他肯定知道 哈哈哈哈 三哥你有没有试过 我很少吃这个去约会的 哈哈哈哈 一般 三哥一般去约会都会刷到牙再去的 哈哈哈哈 我吃这个我都一天不出门了 哈哈哈哈 他上次吃大蒜 臭一天 哈哈哈哈 走吧 看到大的还要继续挖 我现在还觉得用手滑出来 还干净的 但是容易断 哇供来读人士 都能吸门了 哎呀 干嘛 你自己看了 哈哈 我是被你杀到的 那个尖竹竹嘛 哇 哦不像蛇嘛 你看 全有妙啊 杀尿好杀尿 哈哈哈哈 这小六在杀发尿 嗯 我是没有看到 我看你吓了 我一刮挖挖的 我以为吃一条蛇 哈哈好恐怖啊 那个东西 那么派尿 哈哈 不是吧 上次小哥不是试过了吗 没有我是说这两个很大 早知道我就不挖了 还吓我没大跳 也还可以 不确实挺大的 你看这个头 是吧 好了好了不挖了 免得又把我们吓到划不来 哈哈哈哈